围绕坦克的探讨风靡全球 一场俄乌冲突让世界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战场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一场俄乌冲突让世界看到了未来陆战的新形态 坦克曾经一度被称为陆战的霸王 但在这一次俄乌冲突的战场上被找到了弱点 竟然被对手按在地上摩擦了 据统计,在俄乌战场上,俄乌冲突双方损失的坦克装甲车辆达到数千辆 数量异常惊人 战争本来就是防御手的博弈 既然在陆战新形态下坦克问题暴露出来了 那就开始被各国军方高度重视了 各种新型的防护装备都开始被拿出来解释 用于坦克装甲车的防护 也由此可见,俄乌冲突给世界带来了多大的震撼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俄乌战场上的坦克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俄乌冲突战场上,坦克遭遇的损失主要来自以下几种 一是传统的地面上的反坦克地雷 这主要有反坦克车底雷和反坦克履带地雷 主要攻击坦克薄弱的履带和车底装甲 二是有单兵发射的反坦克火箭筒或者反坦克导弹 也就是俗称的RPG火箭筒 标枪导弹以及NLAW等反坦克导弹 它们主要攻击坦克薄弱的侧装甲 顶装甲以及后侧发动机的部位 第三例是空中威胁 比如直升机反坦克火箭弹 远程精确打击火炮等等 由直升机多管火箭弹发射器所发射的火箭弹 以及远程精确打击火炮 一般对于坦克装甲集权目标杀伤效果非常明显 攻击部位也是集中于侧装甲 顶装甲以及后装甲发动机部位 第四例就是由无人机投放的炸弹 巡飞弹 比如用民用无人机改装的能投放手雷的无人机 专用巡飞弹 弹簧刀300 弹簧刀600 以及柳叶刀等等 他们对单个的坦克装甲车目标能实施精准的打击 但是他们通常只能从坦克顶部薄弱处实施攻击 综合来看 无论传统的反坦克武器还是近年来新颜的装备 如海马斯火箭炮 军飞弹 无人机炸弹等等 他们能成功的实施对坦克攻击 都是瞄准了坦克防护能力最薄弱的车顶 侧面和后部 那么过去的坦克为什么能称霸传统战场呢 那是因为传统战场上 坦克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地雷和坦克正面的反坦克武器 地雷靠扫瘤装备就可以排除了 而正面火力一般传统坦克它的正面装甲防护能力接近900到1000毫米的复合装甲缸 所以坦克在传统战场上生存能力特别强 是移动的堡垒 所以是陆战霸道 但是道高于尺 魔高于丈 由于坦克顶甲 侧甲和后装甲一般只有几十最多100毫米 所以当防御方不断研发出从侧面和空中实施攻击的反坦克武器 就出现了RPG 标枪 直升机 弹坦克火箭 无人机炸弹 以及专门的巡飞弹等等 虽然现代坦克也为薄弱的坦克侧甲和顶甲安装了附加的主动爆炸式反应装甲 但是它的战场效果并未经过大规模的验证 在这几年的纳卡冲突 恶务冲突 以及巴尔冲突的实战中 坦克损失依然非常大 由此可见 对新型军事装备来说 接受战场检验有多么重要了 就如同一些大型软件开发公司 新研的软件 会聘请众多的顶级白帽黑客来主动发起攻击 为产品插漏补缺 同样的道理 新装备也非常需要放到最危险的实战场景去检验 去发现相关的问题 我们话说回到坦克 前面我们说了 坦克的侧装甲 顶装甲 以及后侧发动机部位 都是坦克的最薄弱的软力 除此之外 制约坦克生存能力提高的因素 还有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火炮控制的反应速度 机动能力 以及主动防御系统的防护能力等等 目前各大国在这几方面正在做足了努力 首先在态势感知方面 最先进的铁镜系统 其坦克成员在车内就清晰可见坦克环州400米距离内的所有目标 坦克的火控系统也基本实现了人工智能辅助的快速目标识别确定于弹道计算 自动装填炮弹 然后坦克成员几秒之内就可以发射 机动能力方面 美国研制的最新型M1X主战坦克大幅减轻了重量 就是为了提高机动能力 进而提高生存能力 至于主动防御系统 美国的哨兵 以色列的铁拳和战利品 俄罗斯的阿富汗石 以及德国的AGS等主动防御系统 它们不仅能够防御慢速来袭的火箭和导弹 甚至能够防御高速来袭的炮弹 主动防御系统的雷达能够掀起发现和识别来袭目标 并在距离坦克10米左右主动发射拦截弹药 将来袭的炮弹拦截并击毁 目前我们上面提到的几款主动防御系统 都已经用于世界上最著名的坦克了 比如俄罗斯的哈马塔 以色列的梅卡瓦 它们最显眼的地方就在于炮塔和车身之间的空隙处 排列着多管发射装置 那个就是最先进的主动防御系统 总之 金氏科技在发展 作战样式也在进步 为了适应未来战场 并保证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们必须做到超前部署 料敌从宽 不仅在现有系统中查漏补缺 提制升级 比如给坦克配装先进的态势感知系统和主动防御系统 还要考虑如何研发和利用颠覆性创新装备 以期实现对敌人装备进行降维打击 比如用无人地面作战装备实施城市作战 或者用寻飞弹精确打击敌人的火力点等等 以上是我的一些思考 跟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见解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